各位朋友你們好 今天跟你們看我這顆石壺的 這顆石壺的 春石壺 在這個我的小溫室裡面養的 那養了一段時間 覺得他們 生長得很 很不錯 很多小牙了 小苗 這邊有幾顆 這邊也有羔羊 幾個羔羊 它繁殖力 非常強我覺得 那 這顆石壺呢 剛剛好 今天是 買了一週年 剛剛好一歲 所以我給他做個視頻 我 都是 覺得 石壺 這個是我第一顆石壺 所以他 生存到一年 我覺得都很高興 很開心 那我覺得呢 現在在這個溫室裡面 小溫室羊呢 非常之好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石壺呢 是比較耐旱 就是這樣 紫色的陽光 它都 非常之 接受的 可以的 好 而且呢 因為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小溫室這個玻璃屋 那個玻璃是 如果有直曬的太陽 是比較熱的 我之前都擔心它 會不會不行 在這個位置 但是覺得它們 展示的不錯 好 那我平時的養護呢 我就是 如果很熱的時間呢 我就 在這個下面噴水 給它做這一點水 好 那 另外就是噴霧 噴霧這樣子 好 就是給它 正著那個盆 正著這個盆 好 差不多是 就是講如果很曬的時間 你就放一點水 好 那如果不是太曬的話 我就 給它噴霧 噴霧來養 好 我覺得它們 很適應 而且呢 它的葉子呢 因為我之前呢 在室內養的 在室內養的那個葉子 經常枯黃 經常 它現在呢 起碼那個葉子 不會掉 好 很多葉子綠葉 所以沒花看 都看葉子 都不錯啊 那 可能是光照足了 就是講 在這個小溫室裡面 它的光照很足 很足夠 所以覺得 所以覺得它們是很適應喔 但是如果蘭花呢 就是講 如果是 其他的蘭花呢 我現在還沒有拿出來試 只是 只是石壺 好 另外這顆 這顆 秋石壺啊 也是不錯 它在這邊養 也很多小牙了 小苗了 而且呢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花牙 這邊有一個花牙 啊 所以覺得它們 石壺 秋石壺 春石壺 都可以給太陽直曬的 其實它們都很接受 最主要有光線 而且呢 它們是也是很需要這個 這個水分 水分都要很很多的 需要多一點水分 不過你在外 你在這個太陽 比較直曬的地方 就給它多一點水分 就是 預防它 太乾 只要 植物都很需要水分喔 尤其是你 真的這個玻璃物質 比較熱一點 夏天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你們